如果你想努力,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但往往很多人,你遇到挫折就退缩 被现实打败的遍体鳞伤后,就变得一蹶不振了 三番同样也有很多人,被打败后,依旧重新站起来 再次向现实宣战,不想任命,就去拼命 你总是羡慕别人的成功,自己却从不敢开始 累计行动永远不晚,只有拼命后才能看到更多的风景 才能明白笑着流泪,远远强过,哭着后悔,生活不易 但是任命了,就不要抱怨,若不认命,就拼命 很多人却只有一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总爱抱怨 我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好,我发现我自己真的不行 那不是你不行,不是你做不到 只是你,不愿意去努力,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付出罢了 很多时候,当我们流转不了世界时,但只要努力,我们总可以改变自己 只要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追随着内心的感受和直觉 手法属于自己的声音,那么我们就未曾说过 我们的每一次付出,都总会有所收获 或大或小,或迟或早,始终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你可能会觉得你还年轻,你还有失措的机会 但当我们发现自己已经没有更多尝试的时间和经历时 我们一定要找准自己的方向,朝着既定的目标 努力的向前奔跑,那就可以了 而且要马上行动,因为你再也浪费不起多一秒的时间了 很多人说,不敢休息,因为我没有存款 我不敢说累,因为我没有成就 我不敢偷懒,因为我还要生活 是啊,如果我们不想任命,不想过在那种平淡无奇 一眼就能看完一辈子的生活 那就去努力,去跟世界挑战 去找寻和创造出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不平凡人生 我们永远都不要放弃真正想做的事 因为怀着伟大梦想的人 总比接受所有现实的人更强大 因为有了坚持 所以我们更不惧怕风吹雨打 我们又始终相信狂风暴雨后总会迎来彩虹 努力的意义是什么 不要当父母需要律师,除了累水亦无所有 不要当孩子需要律师,除了惭愧亦无所有 不要当自己回首过去,除了蹉脱,亦无所有 好的,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转发分享,让知识更有价值 我是刘亚,关注我,下期见